今天我們要謝謝張博士來給我們 麻煩您 謝謝 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又輪到我們講這個 因為以前嚴兄跟我講說 我的專業是搞科學 是不是應該講一點科學的東西 不過呢 想一想還是要講 因為現在的社會跟過去不一樣 而且整個不是只有一小撮人的世界 是一大撮人 是所有人的世界 全部都是現在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科學 跟科學發展出來 所謂的科學 來解釋這個世界 那這個其實是有意義的 我曾經跟嚴哥 跟嚴兄談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今天呢 要講的當然是離不開氣 但是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 生命現象其實就是生命的理性探索 所謂理性探索 這個詞 就近代來講 是講的就是從西方 十五六世紀以來 所以說用理論 用思想 用人的思想 然後再加上科學的方法去發展 解釋世界的方法 所以 叫做理性探索 那這一個當然是我職業方面的 我職業 生活當中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歷程 但是後面呢 有講的就是自信體 而這一點呢 其實對我們現在來講 在全世界大概都不重視這一塊 不過我認為很快 所有的人類都必須重視這一塊 所以第一個呢 我們要談的就是 什麼是人文呢 什麼是科技 在我們這個世代呢 開始念高中的時候 其實各位也都一樣 我們那個時候呢 被灌輸的就是科學科技 那人文呢 在我們的社會漸漸的 剛開始大家來念哲學 念理哲學 後來這些東西都沒了為什麼 很簡單 找不到好工作 就是所謂要好工作 就是會賺錢的工作 所以我們的社會從 以台灣來講 從上個世紀我們在六零七零年代 在台灣經濟起歸了以後 就是科技 這是一個科技的世界 那第一志願填的是什麼 剛開始還有人填很理論的物語句 到後來填的就是電機機器 對不對 台灣現在的經濟主導是什麼 台灣現在的經濟主導的 就是電子工業 所以 在我們的世代 雖然認為人文的哲理 是在科技之上 但是整個社會烏迴 其實是重視科技和輕人文 那輕人文 輕到什麼樣的地步呢 人文的部分你如果分成走西方哲學 西方的東西 那是我們輕聲 你要是走東方的 那對不起 像中文系就已經被人家吐槽了 所以 在我們那個世代 感覺上 人文是在科學之上 是一種概念 但是實際上 科技是在人文之上 而是社會的潮流 不過 話是這樣講 等到我們真正的去念的科技科學 這一塊 然後進到這個領域的時候 原來的想法並沒有拖廉 為什麼 你到了科學領域裡面 來的以後 你信 大家都有一個觀念 科技 科指的是什麼 是學理 技指的是技術 所以所有人的觀念 就跟整個人一樣 學理是重於技術 所以學理 或者是原理 是指導技術 這個現象呢 從我們在念大學開始 就一直領導所有的觀念 大家都是這麼認為 一直要到什麼時候 大家才開始覺得這不對呢 一直要到兩千年左右 十五年前 從哪一個地方看得出來 因為很簡單 諾貝爾獎 過去班的 從哪一代過去 就沒有給應用科學 那麼有一塊是 有一點例外 那就是什麼 醫學 醫學是沒有辦法的 淘汰一定要應用 但是 不管你再怎麼樣 所有會得獎的 都是在理論上破獎的 一直到什麼時候 第一次打破這個現象呢 各位如果對諾貝爾獎的頒發 還有興趣的話 有注意的話 電腦斷層掃描 電腦斷層掃描 居然用那個技術跟那個輿論 獲得了諾貝爾獎 第一次告訴我們說 技術領導的思想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整個世界學術界的觀念 開始我們都講科技科技 現在發現 這兩次喝不開了 技術可以啟發科學倫理 或是科學理論 科學理論可以再引領技術 現在這兩次密不可能 所以很長的時間 我們認為人文在上 科技在下 現在人文跟科技 可以化改靠 可是不管你走的是人文也好 科技也好 你走的是病人文也好 實際也好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每一個人都面臨的一個問題 叫做生命事情 這個問題看起來很無聊 可是一看又是蠻重要的一個問題 但是平常一般不會去想的人 可是你從社會想到的答案 常常會去想 當你在很挫折的時候 你的工作很挫折的時候 你的工作很挫折的時候 天怎麼會這樣對待我 但是小時候 是完全另外一個 小孩子是玩爽的 我不知道各位的年紀輕的時候是怎麼樣 可是我相信我們大概都有共同的經驗 我們如果看我們的小孩子下一代 在二十年前的時候 買個玩具給他 比較頑皮的 比較好奇的 很快就把玩具給拆了 以前的玩具不是機械的 就是彈簧的 就是那種機械 小孩子玩個電動車 玩個那個一般的 就把它拆回來 拆回來 裝不回去 為什麼小孩子覺得奇怪 車子為什麼會爬 現在的話那是遙控車 一樣是我朋友裡面 拆一拆 裝不回去的人多多次 所以人對會動的東西是很不好奇的 那同樣的情形就是 當你如果到公園 坐在旁邊在想 以及大人 我不知道有沒有想過以前 我就會想 奇怪 這個狗為什麼會走路 動物為什麼會跑 那生命在那邊 樹在那邊 為什麼會每一頁都會長長長長 然後 它那個算不算跑 它會長 那個算不算一種活動 所以 所以 這個有時候 你沒有利害關係的時候 你會去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 生命現象 非常好奇 可是實際上呢 實際上當 在社會上挫折的時候 真的人更好奇 那時候就開始想 神是怎麼 有沒有鬼魂啊 所以這個聖經現象 在我們現在來講 我今天要講的 就是從我的專業裡面來看這個問題 而且我認為 跟各位跟各位一起的關係 其實我們剛剛在談到 動物為什麼會動 我們剛剛講 一個玩具車 它要不就是用齒輪 要不就是用機械動作 要不然現在就是電子 可是生命呢 生命裡面的動力 我一下講 各位不要把它想到太複雜 我們用一個 一般的狀態來說 我們的身體會動 細胞會動 最主要的 它裡面用到的能源之能 它的能源就是這個 叫做ATP 三年酸現開ATP 各位如果 各位如果對 一般的科學知識 還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跟各位說 上個世紀一直到現在 各位正在經歷 人類最偉大的時代 我們正在經歷最偉大的時代 這個偉大的時代 這個偉大的時代 是人的能力 人的能力 漸漸的趨近於過去認為的上帝 以這個來講 ATP 大概是在1929年就發現 它是細胞 各位如果對細胞還有一點 概念的話 這是一個細胞 我們身體認為一個細胞 或細菌都一樣 它有一個細胞 裡面有一塊 叫做立腺體 非常小的組織 但是那個其實就是我們 整個細胞的發電廠 ADP主要是在 N線平均製造 這個ATP製造了以後 過去認為它是在細胞裡面 就是1929年發現 我們的細胞會收縮 會髒縮 即使如果沒有ATP 它就動不了 它就動不了 這個ATP的結構很有意思 這個就是ATP 這個就是ATP 為什麼我在這邊秀了一個圖 讓你們覺得說 好像我把它講得很專業 其實不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整個世界 在解釋我們的現象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名詞 各位一定要知道 叫做分子層次 分子 這就是一個分子 這就是我們身體裡面的葡萄 一個分子 各位可以看到 用碳晶兩張來表示 這個接點就是碳 所以它是一個六個碳 C6H12O6 六個碳 12個氫溜給它 這個結構是 科學家可以完全的把它定出來 它的形狀 其實它不是只有這個形狀 它可以變成折疊了 然後它可以從這個地方被打開 變成線性 它在我們身體裡面 是有很多種的形態 那這個ATB呢 各位看到 只要這個接頭的地方 都是碳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碳 氫 雅 零 氮 氮 所以它基本上 就是這幾個元素 它的結構 我們現在可以定出來 所以各位要知道 我們人類的知識 現在解釋這所有的世界 如果牽涉到生命 用的就是所謂分子 所以我們叫做用分子層次來解釋生命現象 這非常重要 為什麼 牽涉到我們日常生活所有的行為 我等一下會再舉很多例子 你們就可以慢慢的知道說 現代人離不開現代知識 那麼這個ATP這個分子呢 其實它最脆弱的地方在最後面這個鈴酸 我們叫鈴酸 鈴酸跟這個地方 這個分子如果是拿結晶 它非常穩定 可是你放到水裡面以後 它自然就會從這邊分解 它就會水分子被打進去以後 這變成一個鈴酸分子跑出來 然後這變成叫ADP 本來是T T是三個的意思 Trial 三個D 這個打掉了以後 這變成兩個D 所以叫做ADP 在身體裡面怎麼樣去利用它 就是利用這個會斷裂 所以這個地方叫做什麼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做高能界 我們剛剛講 它是在哪裡產生的呢 它是在立腺體裡面 立腺體就是做另外一個反向的工作 把ADP跟這個鈴酸跟縮合 脫掉一個水解熱起來 這一個產生的這個能量 我們叫高能界 我們剛剛講過 怎麼來的 就是你吃下去所有的食物 包括你吃下去的飯 飯裡面最主要的成分是什麼 是澱粉 各位現在你看了很多廣告 都已經知道了 澱粉就是什麼 就是葡萄糖 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連接起來的 所以當你吃下去的食物 斷裂這些劍 在身體不同的位置 發生反應了以後 它用不同的形態到最後 就是把它轉換到 剛剛講的那個力線 把那些能量轉換到這個地方 所以在生化學裡面 或生命科學裡面 給了這個ATP的名稱 叫做能量通過 像鈔票一樣 我們身體裡面 所有進來的各種資產 脂肪 你吃飯吃進來的 脂肪 蛋白質 糖類 最後 絕大多數的成分 這個能量 都是用這個方式去組成的 然後它在身體裡面 在細胞裡面 提供給不同的時候 你要用的時候 我就給 這個也叫包內 叫做細胞內的燃料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各位先來看 我們在193 大概3、4年左右 那個結構已經非常清楚了 各位如果拿開入職課程 一番 193幾年 正好我們要20號 對中國 對中國的社會來講 我們的軍隊還在拿大牢 對不對 可是外國的社會已經開始用 我們剛剛講的化學分子來解釋東西 你在對一步想我們過去的知識 你就會知道 中國的知識 從屬性一直下 我們跟社會多靈的多元 我們仍然是用一體的概念在解釋這個世界 可是外國從15世紀開始已經用分析的概念去完全能夠開始掌控物質 所以以前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看那個歷史教科書上面 我突然跑出廣告 真的是認為 你經過那個歷史以後 你真的覺得自己是在洗腦 我們的人真的是用血肉之軀去對抗現代的機器 你知道那個時候日本人坦克飛機到炮幾乎都是世界第一名的 大核戰艦是什麼 現在小孩子已經忘記和刺炸戰了 漫畫裡面大核武藏 我們小孩子都很高興 日本人拿來對付中國對付日本 大核武藏那個時候是全世界最巨大的戰艦 16寸的大砲 一發炮彈 有一次在南太平洋海戰 大核的一發炮彈是一艘美國小型的航空母艦艦 一發而已 那當時日本的戰鬥機是全世界最好的戰鬥機 叫做銀齒彈奴彈 日本的魚雷是全世界最兇漢的魚雷叫做長門魚雷 所以我們的人是用血肉之軀跟現代攻擊來活的 非常非常慘烈 不過不管怎麼樣 這是1930幾年 結果是完全電出來的 那麼很長的時間科學家就認為說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可是我們會發現 歷史永遠會翻舊章 我們可以看到細胞間的訊號 一直到了1959年 這個本來以為它只存在細胞裡面的一個發學分子 開始在細胞的外面也可以找到 可以找到了以後 又花了很長的時間 一直到1972年 發現它是神經傳遞物質的標準性神經 細胞在神經細胞裡面 有一部分的神經細胞 是把它分解了以後 拿來傳遞什麼 神經訊號 就是第一個神經 這個神經 它釋放這些東西去驅使血管收縮 所以隔了將近40年以後 發現這個分子不是只有做燃料 它還可以做訊號 傳遞物質 而且這個現在呢 非常重要為什麼 我們現在的人 工業生活非常的煩惱 疲勞 常常就有人頭痛 這兒痛 那兒痛 現在就是新一代的 利用這一個藥物 製造新的藥物 是非常有效的止痛擊 這個 不是我們今天要談的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我的歷史也蠻舊障 科學家在 舊的藥物裡面 可以發生 發現它新的功能 所以你們就可以發現 一個 在世紀初被決定的分子 到世紀快要尾巴的時候 還可以發現它的性能 我還要再強調一次 不要忘了它都是在分子成事 如果那個印象還不夠深刻 我們來看這個Case 就會非常的強烈 這是一個 Mister 健美先生的肌肉可以練到這樣 各位還記得 東西德還沒有合併之前 那時候我們在高中時代之前 高中一直到大學 東德每一次都在世界運動大賽當中 一個國家就可以拿到幾乎所有其他國家的 金牌種 但是沒有人知道東德怎麼辦 後來 解密 他們早就知道 肌肉的收縮跟剛剛講的ATP的關係 跟營養的關係 所以每一個有potential 就是有能夠奪牌的那幾個運動員 就集了起來 後面就是一個團隊 有運動教練 生理學家 有營養學家 有生化學家 他們還為了那個運動員 做一個完整的房間 這個運動 比如說你進去 今天做五百下教護蹲跳 五百下教護蹲跳 耗掉多少能量 它全部都可以計算 所以他們可以完全的知道 一個運動員如果從多少公斤 增加到多少公斤 需要吃多少的食物營養 然後呢 要把他們的肌肉做到多大 爆發力是多大 要做多少運動 就叫做後來的運動生理學 你看看 人家是用運動生理學去支撐 他運動員多大 我們一直到現在還可以發現 在台灣 不管是學校 中小學 的運動 還在半獨化演講 這說明什麼 我們這個社會對知識的不重視 我們普遍這個社會對現代知識的不重視 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各位其實是很重要的 你們回去就跟你想 我的小孩子需要什麼 我的鄰居我的朋友 知識 現在知識 它支撐的是什麼 是整個物質世界的交互作用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 基本上對知識的不重視 是非常明顯的 我們的教育使我們的小孩子 念完書以後 只是用來考試 他不認為生活當中那些知識 是絕對不要的 因此我們念書 不是用在生活當中 我們的知識不是用在生活 這個現象 仍然延續了我們從漢代本來的現象 我們的教育 從開始 科考了以後 本來我們也一再講過 對不對 四應該是什麼 理念社協處 所以孔子是帶見的 但是後來念書人都被人家稱多了什麼 手無無情之力 為什麼 因為念個書沒有用 他只會在那邊講講理論 他生活當中用不到 而我們在講氣 我們在這邊講半天氣 然後這個老師在那邊教群 很多學生也是用不到 非常可惜 我們的知識其實都變成拿來玩耍 回到這個 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肌肉一拱就大塊 生理學家把肌肉分成三類 一個乒乓雞 一個荷文雞 一個叫心雞 三塊 這個大約就是這樣 可是這個肌肉呢 平常你還沒有那個時候 他是這樣不同的肌 這樣激素 張開的放鬆的 可是你如果把它擠起來的話 它就會變成這樣 它會擠成一團 所以這邊有一個圖 它告訴你 你的手指頭去碰到熱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神經就會傳遞物質 從這個神經就會傳到你的 手指頭的神經傳到你的脊髓 從你的脊髓呢 再傳到你的肌肉 就是這一塊 然後這個神經系統呢 就會釋放出訊號 這個訊號最主要的 在這個系統裡面最主要的是鈣 這個鈣就會刺激這個肌肉 說不要收縮 OK 所以你們就可以看到 熱源 這是一個物理 物理變數 然後呢 神經傳導是細胞 生理學 然後到這個地方釋放出鈣 各位又回到了 我們剛剛 鈣椅子 這是什麼 分子層次在解釋 可是連肌肉都可以用分子層次來解釋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如果我們把這塊肌肉 各位你可以看到 這個邊邊 尾巴這個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那這個胖起來的地方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激素 這個激素裡面 還有激絲 一條一條的激絲 每一個都是這樣 就是一條一條的激絲 那這個激絲呢 這是一個神經就是這個神經線 神經這個是脊髓 然後這個神經鎖就會接在這上面 它有一些接觸的部位 所以當神經訊號傳遞給它 來到這邊神經位端的時候 一刺激 釋放出鈣 它就開始做動作 什麼動作呢 剛剛那個激素 就是激絲 我們就叫它激絲 其實就像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激絲 這個激絲裡面呢 有兩個部分 深藍色的就是這個 那個比較淺的呢 就是外面這個 這個叫做結 就是這個一個一個的結 所以這個可以活動的部分 是連接在 這些都是蛋白質的 然後它接在這上面 然後你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深色的這部分 這一部分呢 它有很多這個頭 你可以看到這個頭 對不對 然後這裡有豎起來 有躺著的 這是躺著的 那個頭呢 就像一個這樣子 這樣一個頭 然後 蓋進來了以後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蓋進來了以後呢 會進到這個位置 當蓋跟這些 頭部的這些蛋白質結合的時候 ATP就會附上去 我們剛剛講這裡面 全部都是ATP ATP就會附在這個上面 ATP一附上去了以後 剛剛我們有講過 它很容易分解 它一接上去了以後 它就開始分解 一分解的時候呢 又形成ADP加上 磷酸根 這個時候 它要把這個 ADP跟磷酸根釋放出來 所以它的 物理結構就發生變化 這個頭 就是這個轉折的這個地方呢 就產生結構變化 它就開始轉 所以它就豎起來 豎起來的時候 就會碰到這一個 可是它一定要轉到怎麼樣 轉到它 超高 這個 就是它要BAN 像這個 它要彎到很那一邊 它才會停下來 所以 在它 頂上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跟這個 我們叫做 機動蛋白 這個叫做機靈蛋白 我們叫做機動蛋白 就發生接頭 可是你就會發現 它不是只有一個 它是好幾個 因為上來就是一個 這一個 然後這裡也會 所以它 等於是一個勾子 勾到了以後 它還繼續動作 它就把它帶走 勾裡面就可以看到 這兩個活動板就靠近了 然後這一個呢 就把它們拉進來 所以它就變成這樣 所以等到你拉到這樣子的時候呢 那個ADP跟 就是ADP加上 銀酸根就跑出來 所以這個能量 就轉換成這個什麼 結構的能量 它是完完全全可以用 化學結構 能量跟物理結構 來解釋活動 所以 光是解釋這個現象 解釋這個現象 就得了一個納貝爾效果 我常常跟學生說 你不要有太不切實際的想法 你如果能夠把一個很簡單的現象 用現在的知識很清楚的告訴人家說 為什麼會這樣 你就是一個偉大科學 就像這樣 所以 根據這個 各位就給你想 一個ADP 現在科學家就 你看ADP消耗 大概有幾個位置會接上去 會產生多少能量可以計算 那麼整個作用完了 要多少給APP知道 形成一個APP需要多少 營養物不知道 整個就可以計算 人像一部機器啊 人的活動像一部機器啊 所以運動員現在 真正如果要代表國家了 就會開始怎麼樣 後面就是一組 窮的都是學德國那時候 一組營養學家 運動生理學家 還有教練心理學家 運動員的心理狀態 因為運動不是只有運動教導 你這個人情緒不爽的時候 不運動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心理學家也要進來 然後接著更重要的 錢要進來對不對 他牽動整個社會 各位 這就是我跟各位說的 你們如果看到 這麼小小的一個肌肉運動 牽涉到的知識是這樣 你再回想看我們這個社會 是不是對知識真的太陌視了 所以 人類的科學知識 我今天不要講得太複雜 今天純粹講得生命有關 人類的這個知識 除了剛剛講的 已經到了分子幾次之外 現在不只是分子成識 連這個生命的基本現象 組合起來的活動 人類也完全可以掌握 這個地方呢 要講的是什麼 生命的命嗎 我們剛剛就是在講的 生命是什麼 你如果是仔細想想看你們學過的知識 男生女生相愛 結婚 然後呢 精細胞跟軟細胞結合 變成一個叫做結合 其實它是一個細胞 每一個個體都是從內的細胞分化來成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這個細胞開始分化 它怎麼會知道 因為我們就問你 它怎麼會知道 我現在需要什麼養分 細胞分化 然後再來 它怎麼樣得到這些養分 細胞要怎麼預作 接著更複雜的問題 這個細胞要開始 一個變兩個兩個變四個 什麼時候它要開始長出一個耳朵 什麼時候要長出一個手指頭 什麼時候要長一個心臟 全部都是從那個細胞這樣就跑出來 然後更奇怪的是 當長成那一顆 為什麼我鼻子不會繼續長大 我會長成一個耳 它長到這個樣子就停下來 所以你們想想看 所有這些訊號在哪裡 就在細胞核裡 所有我的密碼 所有生命 從一個細胞來 長成一個人 然後這個人知道 我肚子餓了 要去拿東西吃這個訊號 全部都在細胞核裡 所以很早在 早一比這個再更早 就是說 上個世紀再更早 就已經有一個 有一個概念 就叫做 叫做 叫做 這個裡面的密碼 怎麼樣子被 表現出來 被淬體出來 就是把 DNA打開了以後 製造出所謂的RNA 這個叫做什麼 訊息傳遞 密碼訊息傳遞 密碼訊息傳遞 密碼訊息傳遞了以後 就是RNA 因為利用這個RNA上面 擁有的訊息 開始製造蛋白質 蛋白質幹什麼 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擠了 為什麼我今天會取蛋白質 蛋白質它在我們身體裡面 太重要了 你的身體結構 從你的頭髮 支撐你的整個身體 除了你中間的骨架 把你撐起來之外 所有細胞的結構 全部都是蛋白質 你的細胞 你的所有的 還有包括什麼 包括我們叫做 接受器 它要從細胞外面 把葡萄糖拿進來 蛋白質拿進來 全部都是靠蛋白質 所以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蛋白質接受器 氨基酸接受器 這一類的種種接受器 幾乎99% 全部都是蛋白質 你的免疫體 免疫細胞 分泌叫做免疫 我們叫做什麼 抗體 抗體 也是蛋白質 你的輸送血液 紅血球 紅血球裡面 攜帶氧氣 排出二氧化碳 叫做血紅素 也是蛋白質 蛋白質 是主導整個生命 外在現象的 最主要的工具 所以很快的 他們就有一個 所謂的中心想法 DNA變成RNA RNA變成蛋白質 蛋白質 再也利用蛋白質 製造很多的糖 拿很多的糖進來 然後就 構成了折身 所以蛋白質是什麼 是密碼外型的核心工具 蛋白質可以有 它的功能 酵素 抗體 荷爾蒙 蛋白質 血紅蛋白質 還有轉物面子 跟 包括 病毒的外殼 都是蛋白質 所以 在外國 一百年前 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認為 蛋白質 決定一個人健康不健康 這就是為什麼 在美國的社會 是以吃肉問題 因為他們認為一個健康的人 要有足夠的蛋白質 所以他們 鼓勵小孩子吃 吃肉類 這個蛋白質 花了一個世紀 美國人 終於嘗到了 我不知道你們 到美國去的感受是怎麼樣 我去的時候 我看到的是 一半以上的人 其實都是營養不良的 一半以上的人 的體重都是超標的 雖然美國 擁有全世界 最豐富的營養群質 但是美國人 是全世界 營養不正常的另外一端 非洲是在另外一端 是營養不足 美國是營養貨色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提到的一些 跟我們密切相關 各位會聽到的 生命還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 用盡退退 什麼意思 你用它 它就會進步 它就會有功能 你不用它 它就退步 那我們不要取太多力 我們仍然用我們的肌肉來解釋 各位如果看這個呢 這個一個 Protecting Muscle Masks Function Bolder Dots 因為我們的設備很快的 老人化的問題現在有面子 所以你們如果有一方面這些支持 對你們 對你們周遭的人 都非常重要 During Bad Risk 就是當一個老人 能不能當他 不能動呢 他 他只好過床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在我們的社會 常常有一個錯誤的概念 老人啊 他想辛苦 他盡量不要動 告訴各位 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各位給你看 這個是一個年齡 非常非常之一 非常之一 非常之一